台中是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 在2022年久后驾驶一辆 价值400多万元的宝石捷修旅车 造势撞上了22岁的蔡姓骑士 导致蔡男全身瘫痪 更令人发指的是 林男事后不仅毫无回忆 还对蔡姆叫嚣 我则进口车 是你而撞到我 应该你而赔钱 这种嚣张的态度 让检察官在起诉初中 特别强调不是用自手减刑 人民对林男行为的强烈谴责 据悉 当时林男久后开车外出买冰狼 因为突然变换车道 撞倒了正在骑车的蔡男 导致蔡男喷飞撞上对象来车 胸椎骨折 全身瘫痪至今 事发后 林男不但会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有位探望过蔡家 更试图脱散来逃避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他需赔偿1940万元 但至今蔡家仍未收到任何赔偿金 案件审理过程中 台中地研因程序 151度轻判林男无需入狱 让蔡姆在律师与检察官帮助下 两年来艰苦打官司 虽然最终法院判林男赔偿 但蔡姆迄今未收到任何赔偿金 割裂的是 林男在事故后 竟还接连两次因酒驾被捕 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 林男甚至在法院得意洋洋的说 我就是请得到好律师 林男的律师更在庭上态度强硬 表明不可能和解 让蔡姆倍感无奈 蔡姆无奈的透露 事发后为了拯救儿子 他已经花费了400万元医疗费 如今每周的附件治疗也需要数万元 他一边照顾瘫痪的儿子 一边不得不开继承车来维持生计 经济压力沉重 虽然他曾经接触过许多法律途径 但林男早已将名下财产转移 至今仍无法执行赔偿判决 事件曝光后 许多好心的民众表示愿意捐款帮助蔡姆 但蔡姆纹具了这些好意 他强调 家人只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并希望林男能够诚心道歉 承担应有的赔偿责任 相比接受施舍 他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帮助他人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